月哥说电影与专注好的电影 大家好,我是月哥 法国汝拉山区,一个平常的清晨 太阳像是一朵含苞带放的花蕾 从山腰慢慢绽放 阳光穿透密林和薄雾 像是一幅朦胧又唯美的油画 小女孩丽娜推着自行车 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从树林中钻出一只中红色的狐狸 她安静地坐在那儿 目光敏锐地盯着前方 丽娜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到狐狸 只见她飞奔着向前 全身贯注地捕捉地鼠 她蹦蹦跳跳地沉浸在捕猎的欢乐中 丽娜轻身轻脚地走了过去 想要接近她 可能她发现丽娜后转个身就跑了 她是那么的美 丽娜一眼就喜欢上了她 自从那天起 丽娜每天都在森林里寻找她 她暗自下定决心 一定要驯服那只狐狸 可狐狸却一直躲在灌木丛中不敢出来 森林里有灰冒烟的野蘑菇 还有成群结队的野猪 一直到了秋天 丽娜还是没有找到那只狐狸 她喜欢在铺满金色落叶的森林里散步 那只找不到的狐狸 让这片森林显得更加神秘 那天她迎着秋风爬上了山顶 她突然觉得自己在大自然中是如此的渺小 茫茫天地 巍峨三乱 她却找不到那只棕色的狐狸 转眼到了冬季 大雪纷飞万籁几近 厚厚的积雪 把这里变成了银桩树果的童话世界 雪花就像是魔法粉尘 留下了小动物们的足迹 野兔 袍子和野猪 它们都是雪地里的画家 当然也包括那只狐狸 丽娜发现了她的脚印 她开心地哼着歌 顺着脚印想要寻找她的踪迹 可走着走着 她却发现了狼的脚印 两只狼在山岗上嚎叫 丽娜吓得转身就往回跑 由于太过紧张 她一不小心摔进了山沟里 她的腿摔伤了 打上了厚厚的石膏 整个冬天她都不能出门 可她还是忘不了那只狐狸 父母给她买了一本专门介绍狐狸的书 整个冬天她只能一边看书 一边想象她在干什么 此刻她正在雪地里觅食 她嗅到了地鼠的味道 可同时一只蛇蜊也嗅到了她的味道 蛇蜊神出鬼没 对狐狸发动了突然袭击 他们在雪地里展开了激烈的追逐 生死只有一步之遥 最终狐狸侥幸逃过一劫 钻毁了自己的洞穴 蛇蜊趴在洞口干瞪眼 而狐狸早已吓得浑身颤抖 折服了几天后 她试探性的钻出了洞穴 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危险后 她才开始外出觅食 到了晚上 山林里回荡着各种小动物的叫声 星空下的阴影是他们的王国 他们在这里举行狂欢派对 狐狸看到了自己的同类 便追上去和她打招呼 他们在雪地里嬉闹 在皎洁的月光下 跳起了求爱的华尔滋 两个月后春天到了 冰雪开始消融 万物重现生机 而这个季节也是猎人狩猎的最佳时机 为了得到他们珍贵的皮毛 毒药仙剑和枪都会用上 狐狸和她的同伴 在春天的暖阳下 奔跑跳跃杀着花 猎人把有毒的食物挂在树上 同伴吃了以后很快就被毒死 狐狸在她身边打着转 物业者想要唤醒同伴 此时猎人早已埋伏在了暗处 端起猎枪瞄准了她 一声淒烈的枪响在丛林中回荡 丽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然而狐狸并没有被打中 受到惊吓的她逃回了洞穴里 初夏时节 天气渐渐回暖 丽娜的腿伤终于痊愈 她也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狐狸了 迫不及待的想要找到她 最终在一个巨大的树桩下 丽娜发现了她的家 原来她是一只狐狸妈妈 此刻已经生了一窝小家伙 小狐狸们依偎在妈妈怀里 发出一一雾的叫声 丽娜当即就决定 坐在小树旁等着狐狸出来 可她一直等到傍晚 狐狸还是没有出现 只有两只臭幼 在那也不知道是吵架还是打架 天空也下起了雨 丽娜只能无奈的离开 可她刚走狐狸就钻了出来 狐狸的嗅觉十分灵敏 她在洞口嗅到了人的味道 察觉到了危险 在夜幕的掩护下 她开始连夜转移自己的孩子 当丽娜再次见到她时 她正叼着最后一只小家伙 丽娜一边跑一边喊着 等等 可狐狸一转眼就消失了 第二天 丽娜搬着梯子来到了森林里 她觉得狐狸一家 应该不会搬到很远的地方 她藏在那棵大树上 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就在她感到有点不耐烦的时候 忽然看到了一只小刺猬 小刺猬正在偷吃 她包里的火腿三明治 丽娜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她把火腿和面包 撒在了草地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 狐狸终于寻着味道找来了 她还和铲嘴的刺猬争夺食物 逗得丽娜哈哈大笑 丽娜跟她打了个招呼 她看了一眼丽娜 又匆匆的跑了 那天放学后 丽娜再次回到那棵大树下 尽管天空下起了大雨 她依然在附近撒下了食物 可狐狸却躲在棺木丛中 远远的看着她 她连着等了两个星期 都没有再见的狐狸 丽娜用树枝做了一只小木笛 悠扬的声音可以传得很远 她希望狐狸听到笛声后 会来和她一起玩 在山花蝴蝶和清风的陪伴下 丽娜沉沉地睡去 此时的狐狸妈妈正在忙着捕猎 养育她的孩子 丽娜躲在树后面看着她 她也好奇地盯着丽娜 她的鼻子黑黑亮亮的 水王王的眼睛炯炯有神 她在前面跑 不时地回头看一看 丽娜跟在她身后不远处 她想这次一定不能再跟丢了 可是跟着跟着 她忽然看到了一只肥壮的大猪熊 丽娜躲在树丛中不敢出身 就这样她又跟丢了 不久之后暑假到了 丽娜有了更多的时间来等她 有时候她要好几天才出现 丽娜喜欢这种等待的感觉 慢慢的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抗拒丽娜 丽娜相信总有一天 他们会成为好朋友 为了接近她 丽娜把食物绑在绳子上递给狐狸吃 可她拽着绳子在树林里乱跑 最终还是把丽娜给甩掉了 可当丽娜伤心失落时 狐狸又会突然出现 丽娜很享受这种惊喜 仿佛她从未离开过一样 他们一起进入森林 就像是约定好的一次冒险 有时丽娜走得慢了 她就会停下来等等她 丛林深处是一片隐秘之境 丽娜从来都没有来过 这里神秘而又危险 有狐狸陪着 丽娜一点也不害怕 她也第一次触摸到了狐狸油亮光滑的皮毛 脚下是一束生剑 断臂陡峭 水流湍积 为了跟狐狸一起玩 丽娜鼓起勇气跳了过去 丛林里到处都是郁郁冲冲的植物 远远望去 临隙间藏着一条小小的瀑布 涓涓细流像是一条条白色的绸缎 临冻而又洒脱 光滑的岩石上长满了青苔 溪水顺流而下 这里是水塔先生的家 仿佛是在欢迎丽娜来这里做客 狐狸带着丽娜一前一后的走过独木桥 来到一处勾勾哇哇的岩石上 这里是青蛙的王国 大大小小的青蛙在这里蹦来蹦去 丽娜看见后玩性大发 她在水沟里做青蛙 狐狸一个不小心掉进了水沟里 丽娜哈哈大笑起来 狐狸像是生气了一样 躲在草丛中不理丽娜 丽娜觉得她的样子好可爱 于是就给她起了个名字 就在那一刻狐狸有了自己的名字 狄独 狄独是温柔的意思 丽娜希望她能温柔一些 紧接着狄独把丽娜带到了一个巨大的溶洞前 这里是一处新的隐秘之境 或许还没有人类来过 丽娜虽然有些迟疑和害怕 但她还是打着手电筒走了进去 洞穴里长满了形态各异的石损 阳光从洞顶穿透下来 眼前竟是奇异壮观的景象 丽娜跟着狄独继续往里走 光线渐渐暗淡下来 水里边有白色的珠子 丽娜感觉很好奇 转身回去拿手电筒的时候 狄独已经不见了钟影 她突然害怕起来 千奇百怪的石头好像也开始变得猙獰 好不容易走出山洞 她又脚下一滑滚进了山沟 漆黑的夜里 到处都是稀稀疏疏的声音 火熔岩在身边爬来爬去 猫头鹰在树梢咕咕的叫 断掉的树枝看上去就像是吃人的野兽 丽娜害怕极了 她全缩在树洞里瑟瑟发抖 月亮渐渐爬上树梢 静谧的月光洒落下来 丽娜这才看清楚 那些野兽只不过是些吃草的小动物 还有一只肥状的小鹿 在月光下显得更加灵动神秘 丽娜渐安下心来 她把一只萤火虫捧在手心里 草丛中的点点荧光 就像是夜空中点缀的星光 丽娜整着星光安然入眠 梦里她又见到了帝都 第二天早上薄雾青纱 阳光明媚 丽娜从美梦中醒来 让她惊喜和欣慰的是 帝都正安安静静的睡在她身旁 丽娜伸出手温柔的抚摸她的额头 而她乖乖的躺在那里 享受着丽娜的抚摸 经过这次冒险之旅 他们已经成了真正的朋友 这时森林外面忽然传来了人的呼喊声 帝都暂时离开了 原来丽娜彻夜未归 爸爸妈妈正在四处找她 回家以后 丽娜因为乱跑被关了禁闭 她无时无刻不再想着帝都 可她无法去找她 不久后丽娜终于自由了 她来到老地方吹响目的 帝都听到后远远的回应着她 丽娜摇摇的望过去 帝都飞奔而来扑进她的怀里 撒娇似的享受着她的抚摸 他们一路奔跑 穿梭在开满山花的绿坡上 随后坐在一棵巨大的树干上 聊天说话 在这轻松惬意的时刻 帝都依然保持着警惕 她的耳朵动来动去 注意着周围的风吹草动 丽娜学着她的样子 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到了一定的时候 帝都自然就会离开 可丽娜还没玩够 她远远的跟着帝都 当她再次发现帝都时 她正被一群狼围攻 可怜的帝都爬到枯树上 吓得浑身发抖 眼看她摇摇欲坠 即将葬身狼口 丽娜得赶紧想办法 她的袋子里 有一把小刀和一个油脂包 她把油脂包吹满气候猛的一拍 成功的引起了狼的注意力 帝都趁机跳下枯树 迅速逃回了自己的洞穴 狼群吃牙咧嘴的瞪着丽娜 丽娜知道自己不能逃 她虚张声势的冲上去 大吼一声 狼群瞬间就被吓跑了 看来人在动物界 还是一种很可怕的存在的 第二天 丽娜和狄都在老地方见面 这次 狄都把她带到了自己的家 这是毫无保留的信任 狄都的狐狸宝宝们 此时全部已经长大 他们左顾右盼的 钻出洞穴 在丽娜身边蹭来蹭去 仿佛是有天然的亲切感 他们一点也不害怕丽娜 丽娜和他们一起玩 这是她最开心的时刻 丽娜吹着目的带着狄都 小狐狸们就排着队追在身后 他们很快就熟络起来 丽娜似乎感觉不到 时间的流逝 小狐狸在花筛中追蝴蝶 丽娜就在一旁哈哈大笑 天空忽然传来鹰笑声 一只老鹰俯冲下来 丽娜赶紧把小狐狸抱在怀里 护住她 老鹰掠过草地 最终无功而返 不久后的一天 丽娜和狄都互相依偎着坐在山崖边 山崖下是丽娜的家 她希望狄都有一天能去她家里做客 妈妈喊丽娜回家吃饭 狄都目送她进了家门 每天她们都急切的盼望见到对方 狄都是丽娜的小秘密 他们在一起很快乐 他们在草地里赛跑 一口气跑到木桩那里 这里就像仙境一样 丽娜想跟狄搭玩过家家 她用树枝圈起一个围城 欢迎狄都进入家门 狄都不想进去 她就给狄都绑了一个项圈 随后她像拴狗一样拴住了狄都 狄都瞬间就变得焦躁不安 开始用力挣脱 最终她咬断绳索 仓皇地逃离了丽娜的束缚 而丽娜却生气地喊道 你要是不回来 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丽娜一直想驯化狄都 把她养在自己身边 可狄都却不想这样 丽娜有些生气和伤心 第二天 丽娜一个人在家里默默发呆 她觉得狄都可能生她的气了 她可能再也不会见她了 她拿出木笛吹了一声 没想到狄都竟在外面回应她 狄都来家里找丽娜了 她赶紧飞奔下去为她开门 丽娜在门口犹豫了很久 最终还是走了进去 她跟在丽娜的身后上楼 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出于对丽娜的信任 她克服恐惧的本能走进了卧室 可丽娜担心她会跑掉 就随手把门给拴上了 逃生的后路被堵死 丽娜瞬间就失去了安全感 狭窄封闭的环境 让她感到焦虑不安 她想寻找一个逃生的出口 丽娜还以为她想玩捉迷藏 到最后她彻底失控 在房间里东躲西藏 上船下跳 丽娜赶紧冲下楼去 心疼地抱起受伤的狄都 她把狄都抱回了家 安静地放在东口 直到这时 丽娜才彻底明白 自己错了 她哭着保证 以后不会再强迫狄都 做任何事了 她轻轻地抚摸狄都 希望她快点好起来 小狐狸看见妈妈受伤了 全都惊恐地乌咽起来 丽娜解开了那条带血的项圈 把自由还给了狄都 她伤心失落地走上了回家的路 小狐狸们围在她的周围 遥望远处的山岗 狄都已经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当丽娜一步步走进她时 她清澈明亮的眼睛里 却闪过一时不安和恐惧 随后她便转身离开了 丽娜远远地看着狄都 这次她没有去追她 因为她爱狄都 所以更要放手给她自由 转眼很多年过去了 丽娜已经长大成人 她把自己和狄都的故事 讲给儿子听 她说动物天生怕人 他们觉得人类 不可能成为忠实的朋友 儿子问她 为什么不再去找狄都 她告诉儿子 因为她不属于我 她又属于自己的生活 当时的我混淆了 爱和战友 很难懂对吧 我喜欢她 但我不能占有她 她不是我们的宠物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等她主动回来找我 儿子说 可我觉得 狄都是爱你的 她吻了吻 儿子的额头笑着说 可是我最爱你 等丽娜走出房间后 儿子吹响了那只目的 丽娜微笑着 关上了门 现在儿子就是那只 让她心动的狐狸 但她已经懂得了 如何才能更好地爱她 《狐狸与我》是 吕克雅盖之道 2007年上映的作品 电影以纪录片的形式 讲述了女孩和狐狸的故事 这是一部很适合家长 陪孩子一起观看的影片 也适合疲惫的你 放空自己 享受一个半小时的安静 电影的主旨也很明确 初见狐狸时 小女孩就被她迷住了 于是她的第一想法就是驯化她 把她永远留在身边 或许这就是人类的痛病 对于喜欢的东西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占有 当目睹了狐狸 因为自己的自私而受伤之后 丽娜明白了 她一厢情愿地 让狐狸留在自己身边 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占有欲 从来都没有考虑过狐狸的感受 这种情况 像极了很多父母对孩子的爱 一心想要驯化孩子 试图让孩子成为自己的附属品 也一厢情愿地逼迫孩子留在自己身边 当然你无法否认 他们确实是爱孩子的 只不过是在用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爱 就像丽娜一样 当她明白了爱是放手之后 她就能更好地爱儿子 即使以后儿子会离开她 她也不会介意 她要做的仅仅是 珍惜他们在一起的时光 如果狐狸想要见她 自然就会来见她 这就是爱人之道 虽然简单 但却需要我们用精一身去学习 我们习惯了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爱他人 但其实爱一个人 最要紧的就是 要用他喜欢的方式去爱他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点赞加收藏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